你好,公哥生物小講堂 我們接下來下一支影片要來介紹感覺受氣 這支影片會講的東西比較雜亂一點,比較繁瑣 但是其實如果說我們是以考試來講的話 他會考的東西倒是還蠻單純的 我們來看一下感覺受氣 感覺受氣指的是可以把環境的刺激轉變為神經衝動 然後再傳到大腦皮層的不同區域 讓你產生不同感覺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您可以看得到東西 可以聽得到聲音呢 或者是皮膚為什麼可以感覺到觸覺呢 這追根究底都是因為我們有各式各樣的受氣 可以把視覺這個光轉換成電 然後聽覺也可以把空氣的疏密波轉換成電 有人觸碰到你的皮膚的時候 這個皮膚的壓絕也可以轉換成電 總而言之前面的受氣就是用來做轉換 都是轉換成電的形式 然後再由我們之前所教過的神經衝動 來傳到大腦皮層 所以是大腦皮層這個地方 會讓我們產生意識的感覺 但是也會有一些我們其他的中樞呢 也可以負責來接受這個感覺 但是呢不在大腦的部分 你就不會有所謂的感覺到這樣子的事情 好那我們的感覺呢 包括光機械化學跟溫覺 光當然是視覺的部分 機械其實它指的是物理性的刺激 包括空氣的疏密波這個聽覺觸覺跟壓覺 化學包括嗅覺跟味覺 而嗅覺跟味覺我們相信它其實是最早 最原始的感覺 好例如說 動物的祖先 其實可能是一種叫領邊毛蟲的原生生物 好那領邊毛蟲各位沒聽過 各位就想想草鋁蟲 草鋁蟲它最早的感覺是什麼呢 就是可以去感受它的周圍有哪些可以吃的物質 或是有可能它的敵人所發出來的化學味道 讓它知道哪些味道是要趨近的 哪些味道是要逃避的 所以這個化學壽氣很有可能是最原始的感覺 好那再來溫覺就是感覺溫度 好我們等一下都依序介紹 開始介紹之前呢 公哥先跟各位講 如果是以考試來講 以下我們所講到的這各式各樣的感覺呢 請您都特別幫我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它的受氣的細胞是誰 好它的感受的細胞是誰 它的感受的細胞 這個感受的細胞 是神經細胞本身 還是其他細胞的特化 好我們考試的時候特別會考您這件事情 好這個感覺它的受氣是什麼 然後這個細胞是誰 然後這個細胞是神經本身 還是其他細胞特化 那我也都會跟各位做強調 首先第一個我們先來看光受氣 就是視覺的部分 好我們眼睛呢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構造在裡面 但是我們現在並沒有要仔細跟各位介紹的意思 我們就focus在這個視網膜 視網膜上面呢會具有視細胞 而這個視細胞就是感覺的細胞是什麼呢 它是特化的神經細胞 好在我們的視網膜上面 還會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叫做黃斑 各位可能有聽過所謂的黃斑不病變 它是什麼意思呢 您可以做一個小實驗 請各位現在眼睛專心的看著我現在圈起來的視覺的視的這個字 專心看個三秒鐘 那您在看這個視這個字的時候 您的眼睛的旁邊視野的旁邊 有看得到這個字是什麼字嗎 你可能已經不小心被我吸引過來 就看到原來旁邊就是光這個字 但是您在專心看視這個字的時候 光這個字其實是模糊的 這就是因為您把視這個字放在黃斑來看 所以黃斑它指的是我們視網膜上 這個可以看得最清晰的地方 好那為什麼黃斑可以看得最清晰 我們來介紹一下視細胞 好放大來看 放大來看我們可以看到 視網膜上面呢它主要是有兩種視細胞 分別是視感細胞跟視錐細胞 好那這個視細胞它是神經細胞的特化 然後它有細胞核還有感狀跟椎狀的構造 其中視感細胞呢它對於光的亮暗相當的敏感 但是沒有辦法分辨顏色 而視錐細胞我們有分成三種 分別就是RGB 可以感受紅光綠光跟藍光 這紅藍綠就構成了我們的彩色視覺 而我們剛剛講到的黃斑 黃斑呢它這個地方會具有非常高密度的視錐細胞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顏色啊 可以把物體的輪廓啊看到最仔細 所以黃斑真的是我們的視網膜上最重要的一個區域 好那我們接著來看一下視覺是怎麼產生的路徑 這個光經過了眼睛前面的角膜 從瞳孔進入然後在水晶體進行折射 會適當的呢把它聚焦在視網膜上 視網膜這個特化的視細胞 神經特化的視細胞呢就會產生電位 怎麼產生的呢 就是特定的波長可以使得這個視細胞 它的膜上面會產生電位 好這個電位的變化就可以透過視神經經過世秋 然後傳到大腦皮層的視覺區 讓我們去產生視覺 講到視秋 在上支影片呢我們有提到 上上支影片有提到中樞神經系統的這個 視秋是用來做感覺的轉運站 而當時工哥有講有一種感覺 視例外沒有經過視秋 是誰呢 好如果您忘記了我就先賣個關子 等一下我們再來說 所以經過了視秋之後 它再傳到視覺區 讓我們知道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好並且產生視覺 第二個受器我們來介紹聽覺的受器 好那聽覺當然就是在我們的耳朵的部分 耳朵有分成外耳中耳跟內耳 好外耳跟中耳呢我們以骨膜作為相接 作為分界 骨膜後面呢是中耳的部分 中耳呢會具有三塊小小的聽骨 這三塊小聽骨呢可以把骨膜接收到的聲波呢 把它放大並且傳導到內耳上 所以呢內耳的耳瓜是我們這邊的主角 它裡面的毛細胞是我們的聽覺受器細胞 然後它是誰呢 它是特化的上皮細胞 請注意它是由上皮細胞所特化 顧名思義它有長毛 它有長毛我們放大來看 它在這個地方它有長毛 當特定頻率的這個疏密波呢 經過到了這個毛細胞的時候 它會產生一個橫的位移的振動 然後這個振動 就會使得特定地方的這個毛細胞的毛 就會產生一個彎曲 而這一彎曲就會使得它會產生動作電位 動作電位在往後經由聽神經就可以往後傳遞到我們的大腦 並且讓我們的腦去產生聽覺 所以呢我們就來看一下聽覺是怎麼產生的 我們的外耳的耳殼把聲波傳遞進來 經過骨膜 那骨膜震動呢就可以去帶動到三塊小聽骨 聽骨呢傳到了耳瓜 會使得耳瓜裡面的液體是淋巴液會進行振動 這個振動就會使得毛細胞上面的毛振動 這個毛一振動了之後呢 它會釋出神經傳遞物質 並且後續的就會產生動作電位 並且經由聽神經 然後經由轉運站士丘 傳到大腦皮層的聽覺區 讓我們產生聽覺 好第三個我們來介紹一下化學形式的受器 我們來看一下嗅覺 嗅覺就是鼻腔裡面的鼻黏膜 會具有很多的嗅細胞 而這個嗅細胞它本身是特化的神經細胞 一樣放大來看 嗅覺我們前面在介紹到呼吸系統的時候 呼吸系統的時候有提過 有提到說它在鼻腔的裡面 它會在鼻腔的上方 這個上方在往上這裡其實就是我們的腦的部分 所以其實這個嗅細胞它就已經是在腦了 就在腦 這個地方其實是有一個叫做嗅球的部分 好那我們把它放大來看 這個就是公哥剛所講的嗅球 然後這個嗅球再往下這邊呢 就會看到這個細胞 就是我們的嗅細胞 這個嗅細胞它本身是神經細胞 所以它的術圖會產生可以接收特定分子的一個樣貌 那麼這個術圖當它接收到特定的化學分子的時候呢 就會產生電位 然後這個電位就可以往後傳遞 並且這個地方在分泌神經傳遞物質 然後再往後傳遞 所以這個訊號就可以一直往後傳傳傳傳傳到大腦 讓我們去產生感應 好然後這個嗅細胞 其實是還蠻容易隨著年紀的增長而使得它的再生能力降低 所以年紀越大我們的嗅覺就會越差 好當然隨著年紀越大 我們的視覺跟聽覺也會功能隨之下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嗅覺形成的路徑 當空氣中的這個揮發性的物質傳到鼻腔 然後呢被鼻黏膜上面的這個嗅細胞所感應到 那麼呢 溶解在鼻腔黏膜的這些水溶性的分子 或子溶性的分子呢 碰到了嗅細胞的速度之後呢 嗅細胞就會產生動作電位 這個動作電位呢就會往後傳遞 藉由嗅神經傳到嗅覺區 並且產生嗅覺 欸等等 這邊少了一個什麼地方啊 喔沒有經過嗅秋 好沒有錯如果您還記得的話 這就是標準答案 我們的嗅覺是不經過嗅秋的 也就是呢 嗅秋它是當作轉運站 可以讓我們把我們不想要傳入的訊號把它阻隔掉 而嗅覺是沒有辦法被阻隔的 好它一定會傳入到我們的意識 或到我們的潛意識之中 好 所以為什麼您可能會很沒有辦法解釋的 覺得某種味道你就特別的喜歡 好 例如說空山新雨後 你會覺得很喜歡這個空氣中的味道 好 例如說你特別喜歡這個麵包店 這個麵包剛出爐的味道 好會讓你有一種幸福的感覺 這些很有可能都是因為嗅覺帶給你的影響 但是嗅覺它同時也是一個非常容易疲勞的一種感覺 好這就是所謂的 如入孜然之勢久而不聞其香 如入鮑魚之勢久而不聞其臭 好所以嗅覺是一個非常容易疲勞的一個感覺 也容易呢被我們用其他感覺遮擋住 所以廁所裡面呢都可以放些芳香劑去把臭味遮掉 好下一個化學感受器我們來介紹味覺 味覺當然就講到舌頭啦 舌頭上面會具有很多味蕾 味蕾裡面的味細胞 它是特化的上皮細胞 好 舌頭呢 各位如果用劑子看 會看到上面會有很多一顆一顆的東西 請注意那個一顆一顆的並不是味蕾 味蕾是藏在一顆一顆的側邊 然後裡面會有很多這個一個一個的味蕾 才是 好是藏在這個 您可以看到的那個舌乳圖的側邊 好 好這個才是味蕾 味蕾的裡面具有味細胞 味細胞呢可以做特定的分子訊號的感受 所以呢 舌頭表面的味蕾當他感受到了 融在您的唾液裡面的化學分子之後呢 味細胞就會被刺激 這個刺激之後就藉由感覺神經 一樣會傳到氏丘 然後再傳到大腦的味覺區 讓我們產生五種基本的味覺 哪五種呢 甜味、鹹味、酸味、苦味跟鮮味 甜味 它可以感受的範圍是一個很大範圍的東西 所以除了各位常聽到的糖類會產生甜味之外 有很多人工甘味劑 例如說最常聽到的叫做阿斯巴田 阿斯巴田 這個阿斯巴田 它其實是一種 有兩個氨基酸所構成的物質 阿斯巴田 它其實是兩個氨基酸構成的物質 但是吃起來很甜 所以它就是 什麼東西會讓我們的舌頭產生甜味 是要看它具有某些特定的官能基 鹹味就很簡單了 就是感受到鈉離子 酸味也很簡單 就是感覺到氫離子 苦味呢 又是非常複雜的部分 有很多東西都會讓我們覺得苦 例如說黃蓮很苦 例如說很多藥很苦 例如說苦瓜也很苦 那些也都是有一些特定的官能基 可以使得我們專門感受苦絕的這些秀細胞 會產生電味 這第五種感覺 是最晚被發現的 是由日本人發現的 叫做鮮味 うまみ 這個うまみ 念起來就是うまい 就是日文的 好吃 美味 好好吃 那麼他們發現 為什麼在高湯裡面 會讓我們產生鮮甜的感覺 主要呢 是因為一種氨基酸 叫做福安酸 福安酸呢 不大容易穩定 所以呢 這個日本的科學家 就把它做成眼淚 變成福安酸那 這個福安酸那 如果說把它融在水裡 融在湯裡 就會讓我們的味覺細胞 會產生鮮美的感覺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味精 或者說有很多什麼膨大師 裡面其實就是 以這個福安酸那為主 好 那有人想到說 還有辣啊 辣絕它其實不算感覺 它其實是痛加上熱的感覺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介紹一下皮膚 皮膚它其實可以感受 非常非常多樣貌的感覺 首先我們介紹一下痛絕 痛絕是由感覺神經的末梢 這個特別的喜歡考您 感覺神經的末梢來感受 幾乎我們全身的皮膚 都會有分布 好 那什麼樣的刺激會造成 我們產生痛的感覺呢 只要過度就會 例如說損傷 過熱 過冷 化學物質刺激 都會 然後痛絕是一種很不容易疲勞的感覺 所以一痛就會痛好久 真慘 觸覺跟壓絕 都是屬於物理性的刺激 然後在我們身體裡面的分布 其實是不平均的 主要呢 在手指啊 還有特定的某些地方 分布會特別多 那麼觸覺會在比較 表淺的地方 壓絕會在比較深的地方 好 那皮膚還有溫度感覺 所謂的溫度感覺 它也都是靠神經元末梢來做感覺 然後溫覺有分成熱絕跟冷絕兩種 冷絕的數量比熱絕還要更多 它主要對下降比較敏感 而有趣的是 呃 今年是這個 呃 2021年 今年的生理醫學諾貝爾獎喔 就是在講這個冷絕跟熱絕的受氣 它除了對溫度有感覺之外 都還會對特定的物質會產生感覺 例如說冷絕會對薄荷醇會產生反應 熱絕呢 會對辣椒素產生反應 好 所以熱跟辣椒素都會讓我們覺得熱 冷跟薄荷醇都會讓我們覺得冷 好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內臟的部分 內臟呢 也會有很多種受氣 例如說可以感受 我們的血管壁會感受血壓的變化 膀胱跟肺泡壁 這個宮哥之前的影片有提到 他會感受體積的變化 當他被拉長的時候呢 他就會產生反應 就會產生感受 然後呢 呃 夏氏秋也可以去感覺血液中的滲透壓的變化 主要呢 是去影響去感受鈉離子的濃度 好 所以這些個感受 其實我們並不見得會在大腦會有感覺 好 所以這些受氣 他可能就會傳到我們其他的腦的中樞 好 但是他們都會相對應的呢 去產生相對應的感 的反應 例如說 呃 感受到血壓變化 所以我們就要去調整我們的心跳跟血壓 好 這才是最後 抱歉 最後呢 本體受氣 本體受氣 它指的是可以感受肌肉張力變化的受氣 是什麼呢 是 激縮 好 主要呢 會在骨骼肌 還有肌腱跟韌帶的部分 他可以去感受我們的肌肉現在正處於什麼狀態 舉個例子 為什麼您早上剛起床的時候 眼睛可能都還髒不開 但是可以閉著眼睛穿衣服 閉著眼睛刷牙 閉著眼睛穿襪子 這都是因為呢 您就算眼睛閉著 但是我們靠我們的手跟腳肌肉裡面的激縮 都可以知道我們現在的手腳正處於什麼樣的狀態 那我們來看一下激縮 激縮其實就藏在我們骨骼肌裡面 它是特化的骨骼肌 只是呢 一般的骨骼肌功能是用來做收縮 而激縮的功能是感應被拉長這件事情 什麼叫感應被拉長呢 我們的最後一支影片 下一支影片會介紹吸反射 吸反射我們知道 敲是敲在這個膝蓋骨的下方 但是其實真正的受氣 是在大腿這個地方肌肉裡面的激縮 會隨之被拉長 這個被拉長就會產生感覺 往後傳遞 然後呢 再傳到動氣 造成我們也做一個踢腳的動作 好這個先賣個關子 我們下支影片再來介紹 激縮怎麼去影響吸跳反射 以上就是我們所有的感覺受氣的介紹 不止ăng ek特 Nur 用毛弳幣的神經濟 然後再用刺濮